HELLO,我是大怪 又到了這個月的月底啦 這次一樣會來介紹 10月份上市的10款手機遊戲 那在看遊戲介紹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4月份10款Top10手機遊戲吧 崩壞星窮迭道是由原神崩壞系列的開發商 米哈游旗下的全新作品 遊戲是一款崩壞IP下 全新銀河冒險策略遊戲 玩家將乘坐 星窮列車體驗銀河間奇幻景色 踏上神秘的冒險旅途 這次也詳細說明了主角的紳士由來 就是擁有星河的生命載體 遊戲的玩法是回合制的RPG 路上的怪物只要攻擊他們就會進入戰鬥 採用了高策略性的指令戰鬥 遊戲的畫面非常靜致 除了一般的攻擊之外 也可以切換技能攻擊 在遊戲中的戰鬥玩法也加入了很多特色 包含了多種的人物屬性 在遇到敵人之前還可以先觀看他的屬性 之後再來安排對你有利的人物傷症 在本身的能量值滿了之後 也可以使用專屬的終結技能 而在遊戲中的終結技是可以在任何時間點出發的 是不會消耗回合數 所以該在什麼時間點使用才會有最大效益 也是很重要的 像是3月7的技能 就是可以給予單一的隊友防護罩 當敵人攻擊擁有防護罩的隊友 3月7還能跳出來給予反擊攻擊 在戰鬥上面是真的非常豐富 而玩家將可以使用多重策略享受戰鬥的樂趣 不僅如此還有很多的日常任務 像是幫忙城鎮居民等活動 其中有著打動人心的劇情 並且連路人角色都有日語配音 另外也加入了迷宮探索等要素 玩家將可以與夥伴協力破開 獵界謎團 強調高品質的遊戲與影像 帶來沉浸式的影音體驗 東儀劍遊機APP是由霹靂布袋系與日本知名編劇 跨國深度合作打造的官方授權製作的手機遊戲 呼應是一組長久看守強大的神會魔械 其中最強大的兵器天行劍 是由單橫單匪這隊兄妹守護 是於收藏寶劍的二人企圖將天行界展為己有 而另外一方面 影像佛堂中的佛像借得一把雨傘的旅人傷不患 答應協助旅途中所遇到的第一人 之後展開了一同奪回劍柄的冒險旅程 遊戲採用的是3D動作類型 遊戲的畫面真的還蠻有水準的 加入了直切、浮空、擊飛等打擊回饋形式 角色方面除了忠於原作之外 並且加入了屬性職業相剋的關係 另外還有多元素的整形玩法 遊戲的戰鬥玩法非常豐富 最多可以安排三位角色上場 並可以隨時切換隊友 遊戲中共有三個按鍵 閃躲、攻擊、必殺技 在使用攻擊的時候 攻擊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出現分支技 在長壓之後就能使用特殊的技能了 在敵人攻擊的瞬間按下閃躲鍵 就可以在被敵人攻擊之前進入極限時間 可以加強回擊的效果 但是需要冷卻一段時間 而必殺技更不用說了 當本身的能量積滿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畫面看起來真的是超帥的 後期在得到神會魔戒 在累積完攻擊怒氣值之後 也可以使用特殊的攻擊方式 在戰鬥中也加入了很多的QTA玩法 當隊友的投降在發功的時候切換隊友之後 就可以觸發隊友的技能攻擊 也會有三人的連擊玩法 可以與好友們一起挑戰強大的BOSS 遊戲以影集為腳本 貫穿第一季自未來全新劇情 並且大量使用了動畫去演繹 在遊戲中劇情不但保留了原創故事線 還會在原作設定基礎上發展更多的劇情線 來展示霹靂元素龐大又細緻的遊戲世界觀 《無盡阿夢5怨靈咒》是系列的第五部作品 帶大家前往民國年間海邊小村落西村 講述一段七楚迷離的漁村鬼市 這次的事件由小師妹在救人途中意外失去的下落 我們將扮演主角江潮為了拯救小師妹而下山 遊戲的玩法是敵人稱 攻擊的模式相較以往大不相同 可以攻擊敵人也可以向後閃躲 再往前繼續追擊 把對方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出現破綻 在點選之後就可以將怪物封印 當然玩家也可以偷偷的走在怪物身後 如果沒有被對方發現的話 就可以使用一擊必殺 除了近距離的攻擊之外 還可以學會輔咒 也就是遠程攻擊 後期跟到更多的資源還能學習 火、冰、雷三種系的咒語 在遊戲中加入了非常多元素 探索地圖還有鏈丹 都可以在大地圖中收集各種資源 摒棄了前作的線性式探索方式 採用了類似半開放式的模式 給予大家自由探索的同時 添加了類似副本還有地牢迷宮的設計 在挑戰成功之後也會有額外的線索 雲海無線邊境是由愛可以娛樂代理的 日系奇幻冒險手機遊戲 遊戲是以架空時代作為背景的 多人組隊放置社交遊戲 玩家將成為冒險者前往神秘的大陸開啟一段奇幻的旅程 一開始共有四個角色可以選擇 分別是肉盾、治療、物理輸出還有法術輸出 又可以分成為把達職業 遊戲是以簡單的放置類型玩法 玩家在遊戲中將可以組成一隻四人小隊 不過一開始玩家只能針對自己去做調整 一開始進入遊戲都很簡單 後期隨著怪物會越來越強 我們就需要去收集更好的裝備 利用金錢來強化裝備就可以有大幅度提升 而隨著等級的上升還能學習到技能 而在突破10級之後更能開啟轉職系統 在進階之後也能學習到更多的轉屬技能 而遊戲到了後期之後難易度就會變得稍微高了一些 這時候玩家就需要與其他的玩家一同組隊 才能挑戰強而有力的BOSS 我想這也是遊戲中希望大家玩到的社交玩法囉 而在美術方面結合了吉普利的美術奇幻風格 更有多種角色職業還有奇幻的場景 打造一個奇幻的冒險孤獨 怪物彈珠系列最新手機協力解謎冒險遊戲 神秘一路在本週日本上市 遊戲的世界觀見修邀請到了經濟之國的傳觀者 漫畫家麻生魚律參與製作 而我們的主人翁在死亡之際 意外的失去記憶到了神秘的世界當中 玩家需要在荒廢的世界中一邊收集失散的衣物 一邊解開世界之謎的冒險遊戲 玩家將一邊打倒襲擊來的敵人 同時最多與四名夥伴協力一邊進行解謎 戰鬥的部分比較簡單一些 就是可以使用一些普通攻擊還有跳躍 而另外也有夥伴或者是寵物系統 玩家將可以透過轉彈來取得 在得到新的夥伴時就可以裝備上去 一場最多會有三位夥伴 一次只能出戰一個 可以透過切換鍵更換夥伴上場 也能使用夥伴的特殊技能 特別的是 標誌彈珠裡面的角色也會以3D模組 在遊戲中登場 與玩家們合力協助戰鬥 而遊戲中也有很多有趣的解謎方式 玩家將可以與線上的夥伴 一同挑戰強大的BOSS 一起探索這個世界隱藏的真相 《眾神派對》是一款全球都市神話的RBG手機遊戲 搭配視覺化身波的特效 動感、迷幻、輕盈等多樣風格 帶玩家興奮、刺激的聽視覺感受 故事發生在傑特雷這座時尚的城市 神秘的巨大神蹟從地底升起 也釋放了神性升波讓人們獲得升格 因此也帶來巨大的災難與毀滅 主角的夥伴也因此被抓走 為了尋找同伴加入了帶行者的曙光聯盟 遊戲的玩法是即時制 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 而帶行者共分為四種定位 攻擊、防守、輔助、控制 不同定位的角色擁有不同的屬性 而在技能上面都有明顯的差距 在隊伍中擔任隊長的英雄 可以觸發隊長技 套用在所有隊伍身上 而在戰場上出手的順序 是依照角色的速度屬性 而在戰場上速度越高的單位 越容易優先獲得回合 每位角色也擁有自己的特性 像是德魯 他的大招就是可以在擊殺敵人之後 就可以在連續的擊殺最多三名敵人 而丘比的技能就可以連心兩名敵人 讓他們受到同步的傷害 就算隱藏也不行 整體的戰鬥還算蠻有趣的 透過鮮迷的強烈色彩 搭配視覺化的生波特效 帶給玩家視覺聽覺的雙重享受 古魂是一款3D硬核的動作遊戲 也是魂之刃系列的正統續作 玩家將扮演在神話中 痛苦悲傷平凡卻有偉大的英雄們 在龐大神秘的北歐諸國中冒險 與成遺失、子神、命運的陷阱者們進行戰獸 並且展開自我救贖的之旅 遊戲中共有三位角色 伊斯特、卡奧斯、海拉 終於也開放了其他的職業 而後期還可以進階其他職業 遊戲的玩法是3D的動作類型 與一代一樣 都是屬於高品質細膩的戰鬥畫面 與BOSS之間的攻防制戰鬥 真的都非常有打擊感 而遊戲中共有一個普通攻擊 還有兩個技能攻擊 玩家可以在正確的時間使用破防的技能 就可以打斷BOSS的攻擊了 而增加了輕重武器的切換 武器的變形還有多樣的戰鬥系統 讓玩家在戰鬥上面變得非常有技巧 也能夠使用角色的專屬必殺技 也會有華麗的動畫去做展現 而後期還有多樣的緊接職業 還能學到更多的戰鬥技能 而在地圖上除了有寶箱或是道具之外 有時候也會遇到很像戰魂的東西 當是屬於自己陣型的時候 就可以召喚出戰靈來幫忙自己作戰 而如果是不同陣營的話 召喚出來戰靈可是會攻打自己呢 而這次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加入了戰魂 玩家可以透過擊敗BOSS或是轉彈局的 這些戰魂是可以裝備在技能上面 除了增加攻擊力之外 也能夠改變技能的完全樣貌 真的很特別啊 遊戲擁有多樣的玩法 更有多人公共和夥伴組隊挑戰BOSS等玩法 等著玩家們來挑戰 參與殘祥是一款二次元機甲 巨型美少女策略的手機遊戲 在經歷一場突如其來的通古斯大爆炸之後 人們發現一種名為尼姆彼斯的巨大晶體 在此時出現了機器生物原罪 為了對抗原罪 參與的人類共同組戒了愛吉斯組織 培養一批可以幻化出巨大身軀的少女人型兵器 從此人類正式擁有了對抗原罪的能力 遊戲的玩法是常之類型 可以在3x6的最多18個格子中安排五位角色上場 而在上場之後角色們也都會自動戰鬥 也會自動使用專屬技能 而在這款遊戲當中 角色擁有多樣的職業 像是補師 他能補及到的範圍也會有所限制 所以我們需要依照敵人的能力 來考慮安排戰鬥的位置 在戰鬥上面也有很多的技巧 而玩家將可以收集多樣的美少女 組成眾多巨大少女人型兵器 另外在通關1-5之後 也會送取免費10連抽 這些10連抽是可以重複抽取的 直到抽到自己想要的人物 特米安專輯海盜聯盟是一款 收集策略型RPG手機遊戲 某一天天上突然出現歸裂開始 讓兩個不同的世界連結 名為蜂魔的怪物開始入侵 並且破壞世界的一切 五個國家的英雄聚集在此為了對抗蜂魔 就在一夜之間死亡殆盡 他們的靈魂飄散在世界各地 擁有特米安力量的主角艾莎 在探索寶物的冒險途中 卻擁有了拯救靈魂的力量 遊戲是一款收集型RPG 擁有各種魅力的角色還有冒險故事 在攻擊敵人的時候 也可以累積能量 就可以使用專屬的必殺技 而在戰場上還能控制必殺技的範圍 同時在戰鬥之前 還可以先安排使用的陣型 來給予角色爭議 另外也會有國家搭配等策略性戰鬥系統 運用角色之間的組合戰略要素 以及提供各種有趣的遊戲模式 還添加了不少的遊戲副本 讓玩法上面也蠻特別的 帶著擁有各種魅力的角色原畫 以及在遊戲圖中展現的動畫 帶個玩家視覺上的樂趣 以衝完冒險的劇情為基礎 在互相擁有不同文化的五個大陸上 多達75名英雄可供玩家選擇 英零戰線是一款英零策略戰鬥的RPG 在前任君王的事業下 這片大陸的未來正走向毀滅 攻擊與黑暗勢力移出即發 玩家需要喚醒心中內心的英雄 改變艾爾維克的命運 遊戲的玩法就是回合制 最多可以安排四位角色 每個角色可以使用三種攻擊模式 而在遊戲中也有分成物種屬性 或水、木、光、岸 也都會有各自關係 在裝備法術之後 也可以使用特殊的攻擊方式 在後期得到更多的人物 戰鬥也會變得比較有策略性 像是得到紅帕扎卡莉 他的攻擊就會帶有很多的追擊效果 雖然遊戲的戰鬥比較一般一些 但是遊戲的畫面還算真的不錯 一些光影效果都做得真的很好 在攻擊的時候除了有羽影配置之外 也會有技能奧義的動畫演出 擁有超過300位英零可以讓玩家收集 更有多樣的PUE競技場攻略樂帶的地下城副本 讓玩家可以享受爽快攻擊特效 與技能動畫3D的視覺饗宴 以上就是4月份的TOP10 十款手機遊戲培養榜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就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下我的鈴鐺啊 我是大王搞鬼的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